科纳申科夫表示 此前一天俄军使用高精度导弹 打击了乌克兰多个大型有料库 这些有料库为顿巴斯地区的 乌克兰军队提供燃料 科纳申科夫同时表示 3月30号晚 超过50个乌克兰军事设施 遭到俄军打击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消息称 3月31号 两架载有亚素营民族主义分子的 乌军米巴直升机 试图从马里乌布尔撤离 顿捷茨克武装人员 将这两架直升机击落 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克谢当天称 乌克兰的国防工业 已经几乎被俄军完全摧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俄军正在马里乌布尔附近集结兵力 乌克兰南部和顿巴斯地区的形势 目前非常严峻